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在家有網煮 最近是不是突然間很多片出呢? 一會兒有沒有片出呢? 我也是一個懶人 不過我要教功課 我現在上學學 學一些和煮食有關的課程 其實來到加拿大真的很多東西學的 我覺得人生真的越來越充實 尤其是學一些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們最要緊要有黑芝麻 在Victoria我們在Fujia,Fairway和Canadian Wholesale都買到 尤其是這隻牌子 他們已經控陪了 所以立刻用就可以了 很香的 我用芝麻糊也是用它的 第二樣子一定要有的 就是來做pop coin的粟米籽 在超市一般都買得到 然後就有蜜糖 有些人呢 如果你喜歡用那些 做好的caramel syrup 都可以的 那我呢 另外呢 就喜歡用牛油果油的 因為健康一點 對不對? 另外呢 我就會預備一些有鹽的牛油 拿它來做那個 syrup 即是把它和蜜糖混合 另外呢 你要準備一些牛油紙 放在那個椅子上面 用來呢 等那些pop coin做好了之後呢 等它攤動呢 那它就不會黏黏的了 那現在呢 我們首先呢 就做了那個糖漿 融了一些牛油 和一些蜜糖 OK? 攪勻它 煮到它起泡 中大火就可以了 煮到它 你看到它起泡 應該就差不多了 都是一分多鐘呢 就煮好了 那呢 一定要保持它暖的 你可以放在一個熱中心中 那裡 因為它冷了 就會變成一塊糖膠片 你一會兒拌不了的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做一些爆米花了 那倒了些油之後呢 就把那些粟米紙呢 放了下去 拌勻它 中大火 那如果你每粒呢 都碰到些油呢 一會兒就會容易爆一點的了 那你拌了一會兒之後呢 就蓋上蓋子 最緊要呢 留一條縫 那一會兒呢 就不會有一些潮濕的水氣在裡面 那你的炮菊呢 就會特別脆的 不會有些濕氣進去 嘩 你聽聽 現在開始爆發聲的了 嘩 越爆越大聲 所以你的鍋 一定要用底部重一點 要不然你可能真的看到它震的 是不是 我不是誇張的 今天呢 我做了三四次的了 因為呢 我喜歡用大小小的鍋 這樣呢 就不要每次做那麼多 那呢 拌的時候呢 就會方便些 不會說弄到周圍都是的嘛 加上呢 我得閒了嘛 是不是 你現在看到呢 開始呢 它沒什麼聲氣呢 爆多一會兒呢 它就已經爆好了 了 那我們打開了蓋子之後呢 就最緊要先關火 關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糖漿呢 混進去的了 你看看那個鍋裡面呢 是沒有水氣的 把那些糖漿 現在倒回去 然後呢 放黑芝麻 拌勻它 你喜歡放多少黑芝麻都可以的 放多一點又可以 少一點又可以 我喜歡那些黑芝麻的香味 還有呢 吃得多黑芝麻呢 有益 是不是 拌勻完之後呢 就把它放進一個桌子裡 攤開它 攤凍它 那你吃的時候呢 雙手就不會黏黏的了 嘩嘩 這麼快 我就做完份功課了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為你介紹的 蜜糖黑芝麻炮谷 有空的話 不妨來試一下 下次見 拜拜